我想像这个展览就像演唱尾一样 每一个人可以带上语音导览 然后我们用听的方式看完这个展览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宗盛 这块土地用歌说故事超过一百年 超脱历史照亮记忆 流行音乐传遍华文世界 影响几十亿生命和文化品味 关键是什么呢 也许是自由 他们生动活泼留下视景气味 诉说人性情感 我们以时代场景和故事主题相呼应 串联各时代音乐作品 来 一起仔细聆听岛屿的歌 你一定会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故事 观众进来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圆湖的展览 所以你需要绕着它 然后从这个地方进来的时候 会有一棵很大的树 在中间 然后旁边有一个座位 这边开始播了很多耳朵里面会听到很多的情歌 我不知道 以前看综艺节目就会有一棵树 江卉跟菲玉清不是演自明尊教吗 我那个时候想的很自动化 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下面这里啊 就是最后凹进去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吸尘器 就是没有被剪走 它会回收 自动回收 然后这个有一个管子 它会把它又弄上来 然后下一批观众竟然还要喷出来这样 好就是上次有提到 因为爱情图是展区 我们想要把那棵爱情树 引造艺术家来合作 就是因为觉得说中间那棵树 我觉得这个形象应该不会太具体 它就是一个异象式的东西 就是我希望它也是 艺术性再高一点点 不要真的是打造一棵很难抵征的树 可是我自己对那个展区的概念 会觉得它应该是比较有稳度的 我的意思就是 它也许可以不用是 真的是一个装置 它避开宣冰独的事情 就是如果这棵树它是一个 被看成是一个艺术作品 或艺术壮志的话 所有人进去 他会反而看这个艺术作品 可是艺术作品 跟整个流行练习是无关 变成是我走进去国家里面 然后来看那些艺术家 做一棵树的艺术壮志 OK 其实最早我们也是满希望有那个 只是现在就在思考 会不会因为 就是对啊 那到底怎么呈现比较好 这也是我们这一天团队一直在讨论的 因为我要跟你问树的 一些基本资料 因为我现在要抓 就是这个的投影的 投影放了给市场 然后让他们算 投影机要在哪里 但是 因为投影机要打这里的话 它不能超过树 我是陈其真 青春的你好吗 青春是压抑后的释放 是告别童年 走向大人世界的转类点 社会气氛在1980年代渐渐松绑 诞生许多有棱有角 有态度的歌 呼吟一代代青年人 面对大人世界的挫折和焦虑 也包容他们的梦想和天真 我是坐火车上学的小孩长大的 高中带着CD上电车 大学就听 可以听那种MP3 GIMA的那种MP3这样 然后都是听1976 比较多的方向感 因为 在想退伍的方向在哪里 我记得Akibo那时候 还给了一个非常酷的 就是一个宿舍的场景 然后那个宿舍 可以用投影的方式 让它投出不同年代的宿舍的东西 这个蛮酷的 对啊 因为在我们的黄金时代 最大的那个市场就是学生 对 我是从这边发想而来 没有这些学生才有这些流行音乐 对 那我们一定要去看这些 听这些音乐的人 他是 他的生活是怎么样 他在什么环境里面长大的 我的高中时代 那时候 就是很多 例如说名歌手也是 从南部到台北来 我自己也是在那个时代 就是第一次来台北念大学 就是打火车来 这些元素 弄在一起 我就跳出火车箱这个概念 对 大家好 我是罗纳佑 当脚踩上这帮列车 你是离乡 还是归乡 我怕大家走这一区的时候会太 太真实 说不上来 就是太 太 太 说不上来那种感觉 夹夹夹的 还是把灯关掉 对 你去灯关掉看看 你们到时候 其实去弄一个很像 琥珀色的亚克力盖子 那一种 就是以前那种老火车 不是就会有那种 亚克力的那种盖子 去定做 如果太新就 叫工作人员 大家一直抽烟 把它寻黄 那样 自己想放生感 都放生感 我放生感 诶 这个我有用过 这个吗 还是现在还用 我们这个展里面有非常多 不同区不同区一起讨论的音乐人 然后每到那区音乐人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心里就会想说 靠我以前就听你的歌 你现在坐在我面前要跟我讨论 然后我就要装得 好像很专业跟你讨论这件事情 可是你同时间就会把自己抽离到 高中时候学吉他的时候 弹舞乐天的歌 这件事情这样 或者是你彻夜排队淋雨 去看他们演唱会的 那个20岁 或是18、19岁的自己 然后我就会带着18岁的时候 你看这就是你以前 很好奇的那件事情 这就是你以前 都在听这首歌 方向感 阿凯就在前面 今天起来要讨论那个北流的其中一个展区 是音乐现场 然后音乐现场的那个歌单 那时候阿凯有跟我们一起开过会吗 然后现在是要讨论展品的部分 嗯 以前春娜也是超有趣的 他有印象到齐珍在路上卖唱片 你有印象吗 他蹲在路上 对啊 我第一 他的那个我还买过 旅行的意义之类的 更早 酒混的咖啡店 更早 1994年夏天 然后大家都18岁以下 那个时间 我专门要去保人 你怎么知道我18岁 我都不退 我退伍了 其实那个时代很好玩 那个时代 因为没有宵禁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 我都还有去认识口 还有去SKUN 把那个制服放到包包里面 超多金光女生 我还有一次在SKUN 现在那个 去那边 我去警察局 保那个迷幻又是有的骨手 他只是16岁 他现在是那个 物理博士 物理博士 很知名的在荷兰 在城市就算很知名的博士 你真的假的 对啊 对 大家好 我是伍百 当代音乐这门艺术 有一半的生命 是活在舞台上的 那火光稍纵即逝 错过只能遗憾 除非你在现场 因为我当然知道 每个音乐人 他们都很重视这些东西 但这件事情 在跟你去跟他聊的时候 我现在印象最新的 就是伍百老师 比如说他 他来了 然后他就说 他的那个Gibson吉他 他还想说 他不想要让他 静静的就这样摆着 他想要让他的吉他是活起来的 我这里要放我的靴子 然后我的靴子上面 要放我的效果器 我的Pig 有点像我现场在演出的 那个感觉 可以这样转一点 哇 餓死 还有八天 要把展览全部收为完毕 超紧绷的 因为我要在一礼拜内 把所有的排版都确认下来 对我来说 每一个时代都 都是全新的 因为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去 研究或者是去交涉 比如说 电器 时代电器行 他其实讲的就是我 我父母亲的这个年代 因为我爸妈他们 比较少在听所谓的流行音乐 对 他们用什么方式接收到流行音乐 真的就是电视 就是电视电影 所以我跟他聊电视电影的时候 他都很 比较有共鸣 赌冰花 我记得他就是在讲一对姐弟 然后那个弟弟很会画画 然后我就会很常想起 我妈就是 我妈已经过世了 对 然后 她以前常在 她演在家里面的时候 她就是偶偶会听到她 会哼这首歌 在天色破晓之前 我想要爬上山边 仰望星辰 像时间祈求永远 当月光送中惊艳 我想要月入海面 找寻起点 看时间何会改变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她只要进来有 有在心中留下一首歌 然后出去这个场馆 我就觉得这个展览就成功了 如果里面有一首歌 或是一个歌手 然后是你 曾经错过的 或是没有认识过的 然后你又因为这个展览 我们重新认识她 然后她可以带你回到那个地方去 我觉得这是 我蛮期待 可以带给所有的观众体验 对 我相信不管是什么世代的人 来应该都会找到 达到自己的那个歌 而且应该不会只有一首 我也蛮好奇这些 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东西 最后落实到空间里面 变成一个物件 戴上耳机走进来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感觉 我应该会在里面掉眼泪 好 不要被人家发现 就会觉得 烈火燃烧我 都要去接受 永远不会痛 好 好 就是因为可能以前比较 没念书不同事 所以我不觉得这历史跟文化 还有所谓流行歌曲 这三件事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所以现在也可以用这样子的角度去看现在的流行音乐 那或许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再回来看 就会懂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音乐存在 所以我们好像在回到过去或做时光机 来到那个世界里面 做时光机回去的时候 你就带着一包一个行囊 然后一直装很多很好的故事 很多很好的回忆都放在里面 然后来到现代 然后把它变成这样的展览展现给大家 就是一种撒劲不确定 但你还是觉得你要义无反顾地往前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